請啟動 2023台北花節城市花壇正式亮相 在台北市政府秘書長李泰鑫 台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長陳淑慧等人共同揭幕下 位於台北表演藝術中心前的城市花壇正式亮相 整合各處花季活動的2023台北花節 首度打造大型花壇 相為城市增添春意 也帶動地方觀光發展 在這邊舉辦最主要也希望這個活動能夠帶動我們整個士林商圈的一個活絡 剛剛我有請教幾個李丁伯 李丁伯說最近國門開放行李有比較好 他說有了有比較好 我會來八成 那當然這個不是八成絕對不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希望這個透過活動的帶動 不是八成是八百 因為要有八百 八百 八百 八百會成長 就是說帶動我們 讓我們士林的觀光夜市能夠也能夠蓬勃發展 這處有近三萬盆 包括杜鵑 繡球花 玫瑰 海玉 及四季海棠等台北市春日盛開花卉 所組成的大型花壇 占地300多平方公尺 造型就像一隻翩翩起舞的蝴蝶 希望展現出台北市的都市繁華與生機樣然 蝴蝶就是說如果它是採花蜜 就是因為有非常花 多花的話蝴蝶就會來 那春天在這個部分 比較以花蝶就是等於 有點是招花影蝶嘛 就是這個樣子的意思 所以這一次花意義的老師 特別以蝴蝶為主 台北市政府光傳播局長陳淑慧表示 參考比利時布魯塞爾著名的花坦蝶的做法 透過花卉 具有台北市客廳美名的著名地標 表演藝術中心結合 營造期間限定的城市明信片 台北其實有非常多的地標 不管是101 或者現在的 大家所看的 士林表演藝術中心 我都非常棒 所以有了一個花坦 我覺得是相得益彰 就是一個最好的城市明信片 所以呢 除了大家到現場 不管是陽明山大安森林公園 新生公園 士林官邸 或者是我們非常多的大學城 有很棒的花 我們也希望大家來看看 這一種季節限定 花坦結合我們最棒的地標 士林表演藝術中心 大家來看不一樣的台北 觀傳局方面也規劃3月18號起 連續8天在大安森林公園 舉辦花瓣野餐系列活動 邀請大家在無數的前提下 花下享美食聽音樂 野餐是非常有品質的 而且野餐呢 你也可以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所以這一次我們的野餐 特別強調的 你要自己帶餐具 也就是說不要用一次性的餐具 這個部分 所以環保 然後美麗 有品質的野餐 所以歡迎大家春天 來到大安森林公園 享受那種氛圍 這座大型花坦 將展足到3月27號為止 觀傳局方面呼籲國人 把握機會到北溢中心前 感受台北市 這座花園城市的無窮魅力 記者張錫騰 台北報導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